游子陪你学轮滑 A字转弯是轮滑学习中最基本的转弯动作之一 我们可以通过变换身体的重心 用A字转弯自由改变滑行的方向 这个动作我们一样可以分为原地练习与滑行练习两个部分 原地练习站好平衡前滑姿势 两脚细微分开距离比肩稍宽 两脚细微压内刃上身保持平衡膝盖弯曲 这个动作叫做A字站立 之后练习将右脚绷紧放松绷紧放松 练习时可通过手部的动作进行协调 例如握紧右手同时绷紧右脚 训练左边时可握紧左手同时绷紧左脚 左右交替反复练习 滑行练习通过推步1加速 后转为平衡前滑再转为A字形前滑 上身保持平衡 后将左脚绷紧你会发现仍很自然地向左转弯 同理绷紧右脚身体自然向右转弯 整个转弯过程中上半身保持稳定 两脚之间距离不变 反复练习即可掌握A字转弯 进行练习的时候可在地面摆一排弧形的桩 沿着桩进行A字转弯 初学可设置比较大的转弯角度 逐渐改变专位弧度达到灵活转弯的目的